Ogbamn 到 whales de go 3-6 他叫我门能仙 丹者身若的執事 不视彻述字句 乃是彻务精意 因此 merry視点 因为哪闹字句视叫人死 正义视叫人活 现在你看到主日是一个典型最好的例子 当然两边都是我预备的 但你发觉主日物乐由我自己说的 那个情绪是一气呵成的 其实是最好的 但现在你看到我把主物乐旁边加了Vo 那个情绪跟我的是不同的 Vo是比较理性的 明白吗? 但以前我要在一篇讯息当中 我自己扮演了两个角色 而平时还要记住 我说这些旁之证据 就像你所听的Vo内容 全部都要记得 回到主题的时候 字眼的转接 让顶子妹不会说 那一刻你不知道去了哪 所以我可以想象 如果在一篇讯息当中 要做这样的程度 越长的话 那份笔记一定要仔细 就像是演戏 你去到这里 好像有一个步骤 让他回到主题 才能让人听的时候 是不需要用力下 你能够带领他进入每个题目的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 不是我最顺畅和想分享的方式 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 可以帮助他消除一些怀疑 当然消除怀疑如果是我们自己做的最好 神会给我们掌赏 但问题是很少人会这样做 很少人在听任何神话语的讯息当中 他们会这样做的 所以当年我就从这些人身上发现 我发现只要用一个字 用不同的字眼 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合理化 去不顺 所以在当年里面 每一个人用一个字 都很小心考虑 不单止 并且在他们的阶段 如果那个字是新的话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会不顺 所以每一粒新的字 我都会解释的 所以你能够想像这种讲道方法 在当年这样去塑造出来的 而事实上当年这种塑造和融合 可以说是那种难的程度 因为偏偏讯息是新的嘛 偏偏讯息尤其是你这样去组织 加插这些东西 让人去听 既然是新的话 并且每次分享也是第一次讲的话 然后每次讲的时候 都要达到里面你引用的任何一粒字 是捕捉住他的情绪 就算你会引发 在里面逼不得已引发一个新题目 因为记住新题目他就会不信了 你也能够解释得清楚的话 那个组织是很难的 因为里面牵涉到如我所说 主蜜乐你要一气呵成 旁边的解释你要很冷静 然后从冷静进入去一气呵成 你就要怎样呢? 当时我是一个人做的 现在你亲眼看到的 主日是由不同的人做的 我是说主蜜乐 然后我预讯这些视频 在旁边作一个旁之的解释 让你永远捕捉旁之的资料的同时 可以充实你的资料 充实你的资料 当你所信的是真的同时 也抓住主蜜乐真正的骨干 和真正的意思 就是我发觉 传达神的话是很重要的特性 所以当时来说 这种新的做法 这么大量的资料 我开始为了这群人做的事情 就是要重新组织 每个星期为了他们 其他人我随口说而已 想起就说 浮流出来 反正他们问到的问题 全部都可以用新的答案去答他们 让他们全部没有重复 对着这群人 就要制造一种信息 但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真的是神素做我们 到今天 说的信息是说服给全世界的人 事实上全世界的人当中 当然像他们的信仰 这么麻木的人 全世界当中是佔了 人中之渣宰的最下层的10% 但如果我们讲信息是说给全世界的人 这些最下层的人 随时都有7亿人 所以现在更加深明白神 为什么让我一碰就碰到这群人 因为我开始以为 我有生之年会碰到另一群更麻木的人 但我没有想到没有人能夹得他们这么麻木 所以当时来说 也是因为他除了我找了指名的分享 我把内容加上这些 我分成两个组合来说 资料大量去查考 用的资料很多时候 已经不仅仅是圣经 我用了很多历史的确据 去证明圣经的真实性 圣经的智慧去证明圣经的真实性 明人说过这些说话 去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之外 这些资料很散的嘛 要怎样能够使得 里面这些资料用的名人 用的例子 用的笑话 全部的字眼当中都合乎 能够对着一群最不信的人 他们都不能在听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存疑出来 就是一定要你无论是字眼 和先后次序 会出现的怀疑的地方 你立刻接着就是解答 这种次序 这种捕捉方法 那种组织可以说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早年我慢慢设计了一种新的组织方式 后期我所有的主日广道 都有做这一部分 整个星期 研究了 查询了我将要讲的东西 所有的资料和补充都齐了 那我用星期六 或者有时甚至是两天 去禁食 去讨告 很多时候现在的做法就是 那天我会全日组织 例如我星期日上台的话 我星期六就全日什么都不做了 什么教会会务都不处理了 那天全日就亮灯了 由早到晚去讲谎言 有时是1个小时 有时是3个小时 有时是6个小时 有时是最长的9个小时 不断谎言讨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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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之前我尝试用3个小时 坐在这里 不断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去组织 也不行 也没办法有那种智慧 也没办法拿到对取舍 现在就明白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我现在的讯息 全部一定要像这种 是属灵的才行 就是由早到晚 方言讨告 讨告到突然间会一秒钟 全部通过 我说的一秒钟 是真的一秒至十秒里面 你能够将我所说的那些讯息 有时是三个小时 有时是四个小时 全部都贯通了 完全由开头到尾 做取舍 于是我就会坐下 用一个小时 在几张白字当中 写下骨骼 写下这里 用这里 这本书用改页 这个证据 这个就用这个新闻 这个就用哪一年里面发生的事件 用几张纸写下之后 然后坐下 可以说真的 休息一下 喝杯夜 安静一下 几个字 在一个小时或一半小时 坐下用三至四个小时 用一大袋白字 将这一份笔记 一气苛城写出来 这就是每周去做的 所以事实上我慢慢去到早期的 天国比喻 加太书 已经慢慢孕育了这种做法 都是因为这些人 而导致我的信息 建立到这样的阶段 所以来我想象 每一点都是神的恩典 在当年把我放在这样的光景 歌人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 他叫我们能盛当者生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正义 最后才能共有些人忠告 尽管一样 五阶段 尽管一执事 在一种桑枝向盛合 尽管一执事 就会让我拍照 中国人的手脸 那些手脸 就会让我動作 成为陷阱 meus子 一执事 一执事 不得借我 背双 你也不得要 你很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